原來香港有這麼多人賭錢 看數據並不是大比例香港 我會看到馬來西亞 也有10% 台灣也有一些佔比 原來華人社會實在賭錢也蠻瘋狂的 即使台灣其實是賭什麼呢?賭六合彩? 賭那些樂透? 還是跨境去投注? 所以這一集就拍出來 我們華人社會為什麼這麼喜歡賭錢呢? 會不會是因為黃禎的賭片 潛移密化,啟蒙到我們對賭 有一個很神奇的幻想呢? 這集就來看看 隨機選了一些我值得說的項目 當然黃禎的賭片也有啟發性 回到這邊 首先賭神裡面也有好幾個橋段 令觀眾充滿幻想 怪不得他能夠在當時成為片王 那個票房是錄得非常高的一個數字 其中第一個橋段就是搖色 搖到搖籃粒色都敢死 二十年後看回 現在覺得很假 或者很科幻 但當時也蠻神化的 後期也有很多電影、電視都圍繞著搖色 去做很多新的變就物 去過朋友去別人的俱樂部賭錢 遇到一個可觀,會出籤 的確有的 出籤將來也會說 放心 另外就是變三仔 我記得當時大家都是信以為真的 但其實這是魔術 魔術不能夠用來賭錢 令觀眾很迷信 即是說賭神 我們他朝有一天就要成為賭神 給他一副牌去 給他洗一條青龍出來 其實是可以的 但實際他要有一個過程 要有一個額外的過程 就是 我們要拿了一副牌之後 做一些無謂的東西 然後才可以做洗牌等等 不可以告訴你 總要做一些無謂的東西 而那個時間 他最少也要20秒 爭取一個20秒的時間 去做一些無謂的東西 然後才可以洗 如果你真實賭錢 你哪可能給你做20秒呢 除非你去別人的俱樂部 全部都是別人的人 別人就自然可以做這些 或者說 去廁所 take a break 你就要 relax 你就看不到他做那20秒的事情 他就可以洗一條青龍給你 否則的話 如果你是精神順順 扔一副洗亂的牌 給任何一個魔術師 或者是千術師 他不可能直接洗一條青龍給你 黃精那些片 他不需要考慮任何負責任的東西 導賭大家而言而真 你就一直討論 討論20年 可不可以洗一條青龍 等等 最搞笑就是 易晶看眼鏡 你說是否真的可以實行work 應該都可以 那你就有空把自己的牌 塗了那些物料 戴上眼鏡 許冠傑那套 新半斤白兩都有 後來關燈的眼睛 變成青光眼 那些也有 但是他略嫌 神化了一些 在一個大型賭局 結果用的tricks 就是大家鬥戴上一副 易晶看眼鏡 但是那時候是說很久的 亦都成為了佳華 又引申了很多其他片 又惡搞了這件事 就是吃這個get等等 等等 比如賭盒 又是盜人 誤盜很多年青人 20元就贏 1500萬 這些也是 啟蒙了很多當時的年青人 希望將來可以透過自己的能力 在賭壇 賭博世界 便贏了一切 然後輪到賭勝 又開始擦太太 又連張票都擦到 有些網友問我 綠合採買20元 會不會少到疫情 我跟你說以前我有個親戚 他不是香港人 他每次要申請下來 他就下去幫親戚做一些廉價勞工 又來香港玩 很過癮的 他就接觸到廚房佬 廚房佬不知道是困他還是什麼 導他玩樂入財 他又瘋了 以為可以發達 他又不知道怎麼看 又說什麼 他只是走火入魔 結果試過自己靜靜地申請來香港 接著來拍我們門 他知道我們的地址 就叫我教他賭羅合財 我認識鬼賭羅合財嗎 他說不是的 你認識的 他就玩羅合財 找我瘋了 所以你說有沒有少到疫情呢 你自己想想 擦飛 擦到又會變了 好像神神佛佛 有沒有真的神在存在呢 你說你見過鬼 你有沒有見過 沒有 而言而真 就一直困擾著大家的觀眾 又有望穿色仔 令到很多人 我都不騙你 我肯定有幻想過 我相信你也會有 這是正常的 這是正常的 也不需要什麼黑地隱瞞 絕對正常 所以我們就給黃晶這些賭片 就分圖到十幾二十年 在一個港產片的世界 為什麼華人社會這麼多人賭錢呢 就是因為我發覺 原來華人地區這麼喜歡看賭博的影片 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因為黃晶夏 例如這個少年賭神 黎明那一套 又敢用一條頭髮去換牌 而過程也是複雜到不得了的 因為你在電影 一邊去一邊變化 一邊的鏡頭一邊交接 你就處於一個情感機能去觀賞 你沒有辦法突然間 把自己扭轉到理性去判斷那件事 通常你是要完整一場戲 離開戲院才可以 但是當時你只能夠憑回記憶 所以往往就會形成了 一直在說的那個就是二幻而真 困擾著大家 你又證實不可以假 它又可能是真 那你就覺得怎樣怎樣 那就變得很困擾 慢慢潛移密化 大家就覺得 咦?我也可以在賭博界闖一番成就 然後最後 輯錄了兩個他們經典的場面 就是黃晶的影片 經常塑造到他自己 或者是男主角 好像金融入面的絕世高手 但是他就是賭博世界的絕世高手 例如這套是中華賭盒 很深刻的 古天樂是賭博高手 那就沒有錢 唯有就要刨馬 這個又是一個潛移密化 我窮途沒路 沒有錢 我等飯開 怎樣? 量一場馬 三尊七 一局都回來了 對吧? 那麼他這裡就刨了 刨了三天三夜 結果最後就中了 中了三T 然後古天樂是毫無表情 一點都不開心 然後張家輝就問他 喂!你中了三T 為什麼一些表情都沒有? 然後古天樂就很酷地說 喂!大哥! 我刨了三天三夜 如果這樣也不中 我坑頭埋葬死去算了 說得很帥氣 古天樂說出來特別帥氣 我只要努力 我刨了三天三夜 真的不中 我就坑頭埋葬死去算了 所以很多人都是死的 賭到跳樓就是這樣 潛移密化了 喂!大哥!我刨了三天三夜 哎呀! 這樣也不中啊? 唯有死去算了 賭勝三知無名小智 他說怎樣?今天有沒有贏錢? 黃禎也是很囂張的 嘩!不贏的你賭啊 又是說到好像賭一定贏 如果要說黃禎的影片 說多20分鐘都可以 那我們就差不多來到這裡 短短的這兩個輯錄就是 嘩!不贏的你賭啊 那就變成了會很激勵賭 一些賭徒的鬥志 但是這個鬥志就是拋他們去死的 哈哈哈哈 等於有個網友說 喂!阿勒啊 不知道什麼 尖培忠那些 說贏三天的 即是你個個賭仔 贏就唱通街的啦 輸就收起來了 然後贏就永遠是技術的 哈哈 輸就一定是黑仔的 輸就是一個原因 贏也是一個原因 就是我的技術 量了三天三夜 如果不中的話 就死掉了 這些就是 很多很科幻的 大家不以為是活動 因為而歸而真 我不敢去完全懷疑 不敢去完全剔除這件可能性 但是其實有很多 我可以告訴你 是不可能的 這個就是如果有人做到 如果有一個基金 他就可以拿的 但是我相信 到死那天都沒有人可以拿的 要用頭髮 這個方法就是用頭髮 退牌出來 然後看不到 然後透視眼 曾幾何時也有幻想過 對吧? 撮飛也在輸上 糟糕的時候 也是自己 催眠自己 如果我懂得撮飛就好 可惜我不懂 20元贏 1500萬 每個人都在做夢的時候 都想過 輸到只剩20元走 就經常看到 哈哈 逆整體型 眼鏡 其實是可以的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大前提 你要經常找人 在你的鬥裡賭錢 洗一條青龍章 再跟大家研究 俱樂部出路前 也會拍一集 很多很多事情 給大家看 操飾 我就拍不到給大家看 哈哈 賭神 人人都希望成為賭神 希望你的夢 盡快可以醒醒 最後祝大家解賭成功 如果繼續有任何迷思 或者是倒海迷途的小鴨 不妨繼續留意 我這個頻道的更多影片 不妨訂閱 支持小弟的頻道 KTSMAGIC 今集來到 我是KTS 多謝大家收看 約3 Arcad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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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ze City City